台中捷运近来是动作频频 各界都在猜测 绿线何时能够恢复营运 而市长卢宣言表示 本周将召开捷运故障审查委员会的第六次会议 因为还有一小部分的问题 是需要台北捷运改善再回复 而目前捷运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一旦故障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有了结果 很快就会跟大家来报告通车骑程 而至于何时能够通车 市长则是面带效应的说 台中捷运近来动作频频 不仅站体开始挂出广告 市长与明代也频频进出机场视察 各界都在猜测绿线何时能够恢复营运 市长也罕见地主动说明捷运改善进度 跟面带效应的表示 台中捷运 我们这一届的任务最大的就是干了13年的捷运 我们一定要让它安全上路 一定要让它能够通车运行 那也因此这就是我们这一届最重要的任务 那也因此我可以告诉大家 Coming soon 很快很快就像很多的行销的报告 Coming soon 台中捷运的绿线 那我们正在最后的一个积极 緊挪密鼓的准备当中 市长说明北捷运已经把多达600页的报告 送到捷运故障审查委员会 委员会已经召开五次会议 相关专家学者花六小时审查把关 不过报告书中还有一小部分的问题 需要台北捷运改善再回复 坦诚一切正在紧挪密鼓准备中 市长常调台中捷运故障审查委员会 预计在一周内会举行会议进行审查 一旦故障审查委员会有结果 市府也会在第一时间跟民众来报告同车的骑程 介绍转台中捷运故障审查报道